请我们打开周报的第二页 我们今天要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使徒行传》是初代教会发展的历史记载 我们 至少我自己啦 早期就认为初代教会的记录 只不过是留下来让我们参考 好让我们知道初代教会怎么发展的 或许进一步我们会说 那么在这段圣经当中有什么原则 我们今天还可以用呢 但随着我的服饰增加 我到更多的地方去 我也配合各种不同的教会 以及机构服饰以后 我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情 《使徒行传》不仅是初代教会的历史记录 而其中所记录下来的每一件事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 都是为了每一个教会 当然包括我们教会 为了每一个教会的发展过程而记录的 换句话说 每一个教会都一定 迟早的是会碰到这些需要 好叫《使徒行传》先记载下来 它虽然是一个教会的发展记录 却是每一个教会都会预见的 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5章 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 或者你对圣经有了解 特别你对教会历史有研究的人 你会很清楚地知道 《使徒行传》第15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因为在这段经文当中决定了一件事 跟你我今天坐在这边有绝对的关系 如果《使徒行传》第15章当时的决定不是这样 那么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 可能不在这里 出在教会的一件大事 是什么大事呢 是什么大事呢 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15章1到18节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如果你眼睛不是太好 你要翻开圣经 那如果你眼睛说 好 我可以看着这个教会的周报这么小的字 那你就可以看这个字 《使徒行传》第15章1到18节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离 不能得救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 他们经过菲尼基撒玛利亚 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 叫众弟兄都盛欢喜 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在教门的人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的行割离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站起来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 神早已在你们中间 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 福音知道 而且相信 又借着信 捷径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 他们我们 我们得救 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他们住了生 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义似相和 教圣余的人就是凡 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 都寻求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如何面对教会的争论 如何面对教会的争论 我过去二十多年来 除了在我们教会服事之外 我慢慢的到一些 有需要的地方去服事 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宣教的教会 所以我们在本地 我们也步道 我们建立职堂 那么我们也到外地宣教 可能很多人不是很知道 我们教会一年花非常多的钱 更重要的是 用非常多的人力 在做宣教的工作 在本地 在外地 过去二十多年来 我到过二十几个国家 参与建立一些机构 跟教会的服事 也到那边去讲道 在参与的教会当中 有几千人的 也有小到几个人 几十个人的 我去过的教会 有的是一个独立的教会 也有的是大宗派的 那些宗派大到一个地步 当他们教会发生问题的时候 他们只要翻他们的手册就可以了 大部分的问题都在里面 已经建立了法规 我也有参加那个教会是单独一个教会 他们所有的事情在里面决定 所有的财产他们自己在保管 也有总会制的 全部的财产归在总会 然后他们可以随意调动他们的传道人 在参与这么多的服事当中 我有很多很多很特殊的心理的想法 跟很复杂的情绪 除了少数是像非华人 讲道跟服事之外 我绝大部分是在华人的教会 我们已经有很大的同质性了 对 我们都是华人 我们都是华人 即便如此 华人教会也零零种种 讲国语的 讲台语的 讲粤语的 讲闽南语的 语言不同 就带来很大的差距 思考模式不一样 决策方式不一样 因着这些华人所在的国家不同 又参了当地的一些文化 因为这个缘故 就产生截然不同的教会形态 组织以及它的运作方法 我举一个听起来有一点点矛盾 而且是很特别的 就是如果你到美国的教会去 特别是发展完成的健康的美国教会 到那边去的时候 如果他们请我去讲道 他们一定会有来回很多的信件 来回很多的信件 跟我确定所有的细节 然后最后会告诉我说 或者是告诉我的童工 龙莲或者以前袁林 秋凤他们说 请李长老来的时候 把收据带来 就是旅行的 坐飞机的费用收据 或者叫我们先给他 然后到了握握手见面 他从机场接入我走了之后 就过了一 大概我如果不主动拿出来 他们总是一两天之内就跟我说 李长老因为我们要预备的关系 请你可不可以把收据给我们 正式收据 我就把正式收据给他们 然后在走的时候 他们或者在聚会结束的时候 或者派两三个代表来 但绝对不会是一个人的 他们会 如果是一个人 他一定要我签收的 他就把那个一个信封给我 说李长老 这是我们给你的旅费 以及谢礼 然后我说谢谢 我要收起来 他说请你打开来看 他打开来 打开来就写 1236.42美金 一张支票 然后他还有 放汇兑的单子 就是台币换美金的计算方法 然后再给你一张check 就是支票 上面写 美金500元 比如这样子 因为我讲五糖 他可能给我500块 那这个是大概的状况 然后就放心 请你看了 那如果是一个人来 他叫我签收 签收 我就觉得说 这样弄钱 好像我很爱钱一样 可是清楚不清楚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嘛 那我以后久了就习惯了 后来到欧洲去服事 特别到南欧 那我因为晚去嘛 就最近十几年才去的 我到那边 他们呢 他们联络呢 向来都是打一个电话 李长老你可以来讲到吗 可以 我问他说那几号到呢 他说十月最后一个礼拜 什么时候都可以 那我就说我几号到呢 他说你决定 那我几号走呢 你决定 讲几堂呢 你决定 有一次他叫我两个礼拜过去 然后我说到几个教会讲到呢 他说我们还没决定 但是你来就好了 你来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到了机场之后呢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所有人走光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 然后我只好拿电话打说 某某我已经到了 你到了啊 我马上就来接你 可能要一个小时 然后到了以后呢 我第一次到 第二次到第三次到都是这样子 我就跟他说 我需不需要把那个机票的费用给你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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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不用 我们这里不用 不用 他们怎么把钱给我呢 通常都是等他们送飞机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人送到最后 送到最后 然后就谢谢你 谢谢你 你知道吗 谢谢你 谢谢你 跟我握手 他握手的时候呢 里面塞了一包东西 有的时候旁边有人 有的时候旁边没人 有的时候是在机场 大部分在机场 有的时候在教会 快要结束送我的时候呢 就 就 就 我说 就 就这样子 他就这样拿着 他就说 李商老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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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伸出来跟我握手 他手一伸出来的时候呢 我就过去握手 他就把这东西夹在 把这钱夹在当中 就握手 握完之后 他就拿走了之后 就把那包东西留在我手上 我就好像小偷一样 把他放在口袋里面 不要让别人看见 因为他不要让别人看见 我也只有不要让别人看见 我也不知道里面什么东西 你听得懂吗 以后我就知道了 原来是给我钱 而且他们每次都一个人来 绝对不会有第二个人的 在他们当中 有同工跟我说 绝对不可以提到钱这个字 很多年以后 我才知道说 哇 不能提到钱 因为太舒适了 当他们拿这个钱给我说 好像那个钱是脏的 不应该要的 赶快塞到我的手上面 我就赶快把它 收在口袋里面 有一次我走的时候 一直到最后上飞机 他握手 手也握了 我也进去了 再见 再见 手上没有东西就走了 过了几年我去的时候 住在旅馆里面 他有一天说 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他说 李长老我可以过来看你吗 我说可以啊 过来 过来 来来来 再去聊天聊天 等下去东拉西扯的 讲了很久以后 以后他头低下来 他说 李长老前几年 你来我们当中 我忘了把钱 那个旅费给你 我说 我说没关系啊 其实我是气得半死啊 他就跟我说 他说 其实同工们 早就给我预备了 可是我送到机场的时候 忘了 忘了 所以我就放在口袋里面 我就回家了 我回家之后才想到 那你回家想到 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嘛 对不对 他也没打 因为他觉得这个 讲钱的事情是讲不出口的 所以他就那天说 不好意思 这个是给你的 哦 是是是 然后他还说 我怕我明天送你机场的时候 又忘了 所以我再把这包钱给你 这是我跟他们当中 第一次提到钱的问题 因为他们不会提到钱的问题 直到今日还是这样 有的时候我去那边 聚会完的时候呢 他们给多少你完全没把握的 有一次我到那边 他们是比较开明的一个年轻人 是负责人 他就跟我说 李长老 他说你大概告诉我 大概多少钱 大概就好了 我就告诉他一个数字 他就说好 后来我说 把你收据给你好不好 后来他就说 好吧 我看看收据 好了 我就把收据给他 他就看了一眼就收起来 就走了 过了不久 过了几天 他就我要走了 他就说 他说 他因为年轻人嘛 所以比较开明一点点 他就说 李长老 我把那个旅费给你带来了 我说好 他什么都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包起来 他就是手上抓了一把钞票 就说这是你的旅费 就这样交给我 然后我就想 哪里有这么大包呢 对不对 哪里有这么大捆 欧元 哪里有这么大包呢 你们看过欧元没有 有点见识 欧元都没看过 这么大一点 欧元最大的是五百 五百是我们多少钱 两万 一张就两万 他拿这么大叠 后来我看都没看 他说这就是你的 我看都没看 可是我一抓 怎么这么大一包呢 而且是没有那个包起来的 所以外面一看到就一百块的 这么大跌还得了吗 对不对 我放在口袋里面 后来他说你算算也算算 我说不用算了 等到我拿起来之后呢 除了三张一百的 几张五十里面 全部都是二十块的 就他们做事 跟美国人做事 完全不一样 当你到了不同的教会 你就发觉 怎么会这样呢 其实当我参与这么多的 不同的教会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 我们为了一些事情 有很多的增值 可是当我们到了这么多教会的时候 你就发觉我们的差异是这么大 你知道在大陆可能几百个教会 只有一个人在决定事情 我有时候到内地去服事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人 他是他们那个教会的第二把 听得懂吗 就是老二 他们跟我说 他的老大 就是他们的老大 一个人决定五百个教会的事情 你知道他们的教会 都不像我们这样的教会 我们这个教会 在他们那边是小教会 五百个教会 它影响两千个教会 然后他可以跟任何一个人说 你停工 你停餐 你就停了 听得懂停工吗 就是你不可以服事 停餐就是你不可以领圣餐 所以在那边最常说的话事情是 停工停餐 你如果不听话 就停工停餐 停工就是你不可以服事 你来装麦克风都不可以 那是服事神 你不可以领圣餐 一个人可以影响 一个人决定五百个教会 影响两千个教会 可是在台湾 一个教会要有几十个人 参与决定事情 对不对 我问你哪一个符合圣经 哪一个符合圣经 请问当别人给我车马费的时候 是要签收 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非常清楚 比较符合圣经 还是完全不要提到钱 钱塞进去 大家都不要讲 比较符合圣经的 你知道当我们在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们看讲义 怎么样面对教会的争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教会发展过程中 必有层出不穷的问题 请你写下来 有层出不穷的问题 请我们来看 第一到第五节 我们再来念一次 第一到第五节 第一到第五节 我念一节请你们念一节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 不能得救 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 他们经过菲尼基撒玛利亚 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 叫众弟兄都甚欢喜 唯有几个信徒 是法利在教门的人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弟兄姐妹记得在 使徒行传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发现教会有问题 有 那个时候有说西利尼化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说天天的供给上面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所以发生了物资或者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 到了教会成长到一个地步 有力量做宣教工作的时候 是谁去呢 怎么去呢 用什么钱去呢 什么方式去呢 就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 我们就看到保罗和巴拿巴就被拆派出去了 圣灵说派谁 他们就派谁 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使徒行传第十五章 特别是一到五节 就开始提到教会有一个很重大的争论 那教会怎么面对这个争论呢 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一到五节 所发生的这一件大事 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 是有关什么的问题啊 刚才读的时候没有读懂 我就再读一次 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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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 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离不能得救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得不得救的问题 心安的弟兄姐妹教会有多少问题啊 可是什么问题最重要呢 就是冷气开得够不够强的问题 你知道在我们教会聚会 你一定要找合适的座的位置 新朋友不知道 我告诉你 我们教会的冷气的温差 有两度到三度 你要找一个合适你座的位置 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需要找座位 因为我们这里因为这个形状的关系 冷气出风口的问题 有很多的问题 你要坐什么地方才比较舒服呢 你要自己找 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是要不要装这个荧幕的问题 是不是 你不要说我们教会是这种L型的教会 所以必须装荧幕 我告诉你 就是没有柱子的教会 有的时候我们也吵要不要装荧幕 有的人说看这么远根本看不到讲员 有的人说看讲员干什么用 听的就可以了 到底什么问题呢 你知道教会有层出不穷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那个是故意讲的 可是我问你 这些问题会不会引起争论会不会 还不会啊 怎么不会呢 你一到教会你就发觉教会大家都有意见 有各式各样的意见 可是我们感谢主 在十度新战第十五章里面 他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竟然和平解决 我们再说一次 他们讨论是什么问题啊 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 换句话说有人认为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离就不能得救 但有人认为得救不得救跟割离无关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产生很大的争执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看这个不是问题 因为已经解决了 解决了就不是问题 那如果没有解决 今天就很大的问题 那我们来试试看 我请问我们在座姐妹休息啊 这是弟兄的问题啊 因为你们跟割离无关 你们是靠着我们得到这个恩典的 只有弟兄有关 我们当中弟兄如果按旧约的规条 我们即使进了基督信仰 或者我们说旧约时候 到了相信耶和华做我们的神的时候 有一件事要做 犹太人以外的人如果要相信也要这样做 就是要不要受割离 要 要受割离 我们弟兄当中 今天已经受过割离的 请 心里举手 没有 很少 我怎么知道很少呢 因为我知道 我们当中人不多 还不要说你有没有第八天受割离呢 我只要你信的那天受就好了 我们当中也没有几个人 没有几个人 那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了 所以没有问题 如果当时没有解决 就是一个问题 当时已经解决了 可是今天也有类似的问题啊 也有类似的问题啊 请问 信 如果没有受洗 得救不得救 信而没有受洗 得救不得救 是不是个问题 我先说得救不得救 我先说是不是一个问题 什么叫不是问题呢 大家意见都一致叫做不是问题嘛 对不对 今天有没有人认为信的不受洗 还没有得救的 有没有 没有啊 那是贵教会认为没有 有的教会就认为 有这个问题啊 信的没有受洗 所以他们不问你重生的没有 他们问了什么 受洗了没有 很多教会 你不要以为这不是问题 是问题 所以我在外面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谈话 很多时候 我要先弄清楚 有一次我主持 波饼 或者叫圣餐 你要看你在什么教会 我们教会是属于地方性的教会 都说波饼 他们叫做圣餐 因为在场的是欧洲全体的教母同工 我一想要波饼我头都痛了 因为你知道他们当中互相指责 谁是异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波饼的形式是什么 有的人认为是话直说 你说话直说是天主教 你不要这样讲 你不了解 不要以为你懂得很多 有的人就到现在还认为是话直说 什么是话直说呢 等一下饼一剥开 那个杯一派下去 它就变成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 你们从来没听过对吗 那就是我们教会不这样讲 有的人是何止说 有的人是纪念说 有的人是奥秘说 有的人是圣灵灵在说 有各式各样的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你讲话讲得不对 他就不灵饼跟杯 他觉得马上说我是异端 几百个人要波饼 我就坐在那边拼命祷告 主啊等一下每一句话要怎么样讲 哪一句话是被别人认为 这句话讲出来就是异端的 因为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问题 在神面前不是问题的问题 在人里面可能是一个问题 更何况有些神认为是问题的 那更是在我们当中需要被注意的 今天也有婴儿洗礼 到底有没有效的问题 不是吗 我请问你婴儿洗礼有效没效 你看我们开始有人点头 开始有人摇头了对不对 如果婴儿洗礼 不加上奸正礼有效无效 在华神读书的时候 傅利德牧师教我们这个东西 讲了半天以后 那就做了这个报告 我正好报告婴儿洗礼的问题 我报告完了之后 那个傅利德牧师看着我 跟我说 李长老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道理 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理论 像你这样讲的 后来我就跟他讨论 讨论完了以后他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你讲了这个东西 我要重新思想 你看每一个人想法都不一样 这些问题是个天大的问题 因为对犹太人而说来而言 特别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而言 不受隔离怎么可能啊 可是对生在大树的保罗 他是犹太人 对生在居比路的犹太人 巴拿巴 他们可能久在外地 他们看到许多的状况 加上他们传福音的过程 加上彼得给他们的说法 他们认为犹太人不受隔离没有问题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在教会发展过程当中 一定有层出不穷的问题 请问职堂好还分堂好呢 职堂分堂可不可以成为教会的增值呢 增益的东西会不会 会 会 早期我们教会是主张发展大堂 后来就主张发展职堂 后来吴长老晚年的时候 又说要发展大堂 就把职堂的决议冻结 以后吴长老过世之后呢 我们又觉得如果这样也不行 因为我们一直找不到场地 对不对 我们多少次要搬出去 多少次要搬出去 搬不出去 我们教会看的场地 目前都已经成为教会的场地 但都是别人的教会 因为我们看好就让给别人了 因为我们教会最后决定不搬 我们是中心的临深南路 这条路的守护者 甚至当我们搬出去的时候 我们说不可以改掉临深南路 这四个字 所以只好临深南路某某分堂 我们只能这样做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问题 是一个绝对的问题 离开临深南路 我就不要聚会 我是开玩笑的 不过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什么是问题 什么不是问题 这是个问题 教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必然有层出不穷的问题 可是我们发现在十五章 这么严重的问题 不是植糖的问题 不是荧幕的问题 不是冷气的问题 不是买糖的问题 是得救不得救的问题 他们却有很好的解决 所以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教会就不是很大的问题 今天我们教会要做任何的决定 都有很大的矛盾 到最后我告诉你 我在我们教会做长老 已经做了二十几年了 很多问题最后都不能决定 都不能决定 为什么不能决定呢 因为有人坚持到底 我碰过一个比我们教会 更坚持的教会 在十几年 差不多二十年前 我们跟一个教会谈合并的问题 谈合并 吴长老就派我 没有意义 没啵啵 跟蔡忠贞 律师 三个人去谈判 谈判的时候 我们就问吴长老说 跟对方合并 合并 那有什么条件 吴长老说没条件 我说吴长老名字呢 他说看他们决定 我们说的治理模式呢 吴长老说 看他们决定 我们说 教会 这个长老还是牧师呢 因为他们有牧师 我们有长老 是有牧师也有长老 还是只有牧师 没有长老 还是只有长老 没有牧师 这是我们的 吴长老说没关系 我说吴长老 那这样不叫合并 那这样叫并吞 是他并吞我们呢 吴长老说 为了福音的缘故 什么都可以 以后我们就去了 你知道 我们从长老们谈好 他们的最负责人 跟我们的长老谈好了 后来同工会也建立了 你们可能当中有人知道 到最后没有成立 因为他们必须经过会友大会 我们不需要经过会友大会 虽然我们的会友的力量 比长老的力量还大 但是我们不需要会友大会 他们送到会友大会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们 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了 最后他们的会友当中 有人站起来说 如果跟他们合并 我就死给你看 有三个老人家站起来 绝不合并 合并我们就死在教会里面 就结束了 教会合并 是不是大问题 是大问题啊 是大问题啊 你就发觉 我们基督徒很奇怪 我们有很多很多自己的想法 可是初代教会给我们留下来 面对争论的方式是什么呢 第二 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要应用各种可能的方式 请你写下来 初代教会当中 我们发现他们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可是他们如何面对呢 他们有各种解决的方式 写下来之后 我们来念第二节 我们来念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节 预备 请 保罗巴拿巴 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 众门徒就定归 叫保罗巴拿巴 和本会中几个人 为所辩论的 上耶路撒冷 去见使徒和长老 这里提到他们大大的什么 纷争 什么 辩论 可见他们会辩论 而且到了一个地步 他们怎么样 他们纷争 他们纷争 而且他们说 那没办法了 本地不能解决 只好要他们从安提 上耶路撒冷去 找那些可以决定的人 那么后来他们怎么决定呢 五到七节 我念一节 你念一节 第五节 唯有几个使徒师 法律在叫门的人 起来说 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 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 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站起来说 好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到了使徒和长老当中 他们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他们聚会 然后呢 他们商议 你猜商议的很轻松 很平和 还是很用力 一定是很用力的 为什么 因为彼得说 因为这里说辩论已经多了 弟兄姐妹 教会决定事情 在当时不是各自表书完了 就能决定 没有 他们可能好几个小时 据我想这里没有写 可能好几天 甚至可能好几个礼拜好几个月 他们才做决定 但当然他们没有好几年 因为看起来他们有一些争执 他们有一些辩论 他们提出所有的资讯 他们可能从旧约 搜集到所有的资料 然后他们就讨论 讨论 然后就做了决定 我告诉你 这不是简单的事情 因为是割离 因为是割离 今天我们已经不是问题了 犹太人到现在还在割离 到现在 还在第八天行割离 到现在 所以他们是天大的事情 而且是摩西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他们可能公开讨论 他们可能私下讨论 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的辩论 但是他们终于做了决定了 所以讨论事情 可以用各样的方式 可是这段圣经的记载 有关历史性重大问题的决议 我们发现 他们考虑了以下几个重点 第一 请你写下来 就是看重权柄 看重权柄 我们很稀奇的一件事情 这么重大的事情 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就结束了 虽然这个时间可能很长 可能我在猜也有可能有半年 也有可能 虽然没有记载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会以为只有一天的时间就决定了 我想不可能那么简单 但是他们没有拖很久 他们没有拖很久 而且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归纳起来有四件 是他们看重的 第一个 他们看重权柄 看重权柄 他们无论是公开讨论 争辩 或者是私下议论 他们看重权柄 我们来读第七节 我们读第七节 第七节预备 请 辩论已经多了 彼得就起来说 诸位弟兄 知道 早已在你们中间 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 从我口中 得听福音知道 而且相信 那这里提到 简单的说 可能我做了几个小时 可能 几天 可能几个礼拜 当彼得收集到足够资讯的时候 他就起来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 神 早已在你们中间 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 从我口中 得听福音知道 而且相信 如果今天有人这样讲的话 人家会说 你是谁 可是你知道吗 圣经的原则 圣经的记录 是从以前到现在 都不会改变的 这里讲到的是权柄的问题 因为彼得是主的大使徒 而且还好有21章 约翰福音的记载 其实彼得有没有失败 有没有软弱 有没有跌倒 请问门徒当中 最丢脸的除了犹大之外是谁 彼得 人家犹大做错事 还都不夸口的 对吗 就是他是偷偷做的 彼得在主耶稣 要被卖的那一天 讲完话之后 彼得怎么说 他说他们都会跌倒 我总不离开你 这夸得够大了吧 最后最丢脸的是谁 彼得啊 耶稣还先告诉他说 击叫三次以前 你要 击叫两次以前 你要不认我 你要不认我 彼得说我怎么可能 我就是跟你死 我也不会这样做 问题是做了却没有死 对吗 他就这样子 可是感谢主 约翰福音21章 耶稣 到提比利亚海边 去找门徒 那个时候有七个在那边 耶稣只跟彼得说话 至少记录是这样的 而且是约翰的记录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记录是 非常的写实 对不对 因为约翰 要再证明一次 他不是要做接班人的 其实如果彼得不在 请问谁就是接班人 约翰啊 我告诉你啊 如果没有使徒行传 没有约翰福音21章记载 或者没有发生这件事情 彼得就不用当大使徒了 彼得就不用了 使徒行传要重新改写 因为如果彼得 一站起来说话 我不是讲15章啊 从第一章开始 彼得就做不了老大了 雅各第一个就会出来 走到彼得的面前 你今天还想干什么 当天 是谁走到十字架下面的 是谁 是我哥哥约翰 请问耶稣的母亲 我们老师的母亲 现在在谁的家里啊 是我哥哥在养啊 你算老几啊 你是我们当中最悖逆的 你还夸口 从起初我们就看你不顺眼 很多年啊 最后你还搞到这个下场 你要知道 耶稣为了兼顾彼得 以及让众门徒知道 彼得就是带领他们的 他在提比利亚海 海边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当彼得站起来说 诸位弟兄 你们知道神 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 这件事情就是权柄 就是权柄 就是权柄 你知道在决定事情的时候 有权柄的问题 来念十三节 十三节 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十三节 预备 请 他们助了生 雅各就说 诸位弟兄 请听我的话 这个雅各不是 那个约翰的弟弟雅各 是耶稣的弟弟雅各 这个时候他在 耶路撒冷做长老 那彼得可能因为宣教的关系 很少在耶路撒冷 他后来是在以弗所做长老 他并没有在 耶路撒冷做长老 这个是权柄 因为他是在耶路撒冷做长老 所以他有权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权柄在我们信仰当中 非常重要 我们不太了解权柄的意义 特别在我们这种教会 我们觉得我们人人皆济师 我们每一个人独立 向上帝负责的 我告诉各位 直到今日仍然有权柄的问题 就是神托付谁 谁就负责 你真来是没用的 你真来是没用的 最近几十年 有一些教会特别讲 遮盖的问题 其实遮盖 就是权柄 我不花很多的时间 解释这件事情 可能我们心中很不服 或者我们觉得说 为什么这样 我告诉你 直到今天 夫妻之间也有权柄的问题 是不是 有的时候有姐妹会来找我 就跟我说 你长老我先生 我弟兄 就是不肯食衣奉献 我怎么办 我说跟他讲啊 他说讲了也没有用 我说那你怎么样呢 他说我跟他吵 跟他讲 软的硬的 他都不吃 就是不食衣奉献 他说我怎么办呢 后来我就跟他说 那你就听你先生的吧 他说不行 他说我觉得一定要 食衣奉献 因为这是真理 我说问题是 你嫁了他怎么办呢 他说所以我就要 想尽办法 他不食衣奉献 我想办法帮他食衣奉献 他就在菜钱里面 把钱扣下来 然后用尽办法 藏私房钱 然后要食衣奉献 我就跟他说 姐妹要注意 权柄的问题 对 你可能对 可是我告诉你 最对的方法 就是你顺服权柄 因为他错了 怎么样 是他负责 你错了呢 你负责 但如果你顺服他了呢 他负责 我们不是当时 就被权柄害了吗 如果亚当 如果夏娃听了亚当的话 因为神告诉亚当的 那个禁令 很可能神并没有 再对夏娃说 按时间的记载 应该是亚当跟他说的 所以魔鬼才会有机会 可是夏娃如果说 等一下 我回去问问我先生 我是顺服的 事情就不会这样了 他没有顺服他的先生 也有可能他先生在旁边 没有尽责任 他应该阻止他说 明明上帝有说 你不可以吃 就结束了 今天有权柄的问题 可是你知道 牵涉到我们个人的思想 我们个人的理智 我们个人的判断 我们个人的喜好 我们个人的文化的时候 我们就不考虑权柄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权柄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看中权柄 你就能解决问题 如果你不看中权柄 很多问题不能解决 你看这里就记载得非常清楚 就两个人起来讲话 事情就结束了 一个是主的大使徒 一个是耶路撒冷的负责长老 我自己做执行长老的时候 我出国 我一定打电话给李靖渊 说我出去了 我到了飞机场 打电话给李靖渊说我出去了 等我下飞机回来的时候 打电话给李靖渊长老说 我回来了 为什么我做执行长老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是职务代理人 我要让他知道我出国了 我要让他知道我回来了 现在不是 现在因为他是执行长老了 现在改叫主则长老 我不是了 所以呢 我不仅出去的时候打电话给他 写LINE给他说我出国了 而且我先告诉他 我什么时候会出国 而且我回来之后呢 我已经写LINE给他说我回来了 或者打电话给他说我回来了 或者我有空我到教会来 我就跟他报告 我在国外做了什么事 什么事 什么事 请你要记得为我祷告 我如果对教会有意见 对教会有看法 对教会有想法 除了讨论之外 我也个别的到李靖渊的办公室去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时间 我坐下来跟他说 我做了教会了二十几年的长老 我对教会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看法 供你参考 我全部跟他讲 以后我就没责任了 当然我负长老团的责任 可是我不负那一个执行长老的责任 这个是权柄的问题 所以我必须说 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这种事情 其实很多事情 我跟金人长老看法不太一样的 当我在负责的时候 我必须向上帝负责 当我现在是向他负责的时候 我讲完了就好了 他如果决定跟我不一样 没有关系 我不能说我比你资深 我比你了解 我比你会做传道人 我比你早做传道人 我不能讲这个话 因为这里有权柄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就看到 面对教会的争论 有一个重要的就是看中什么 权柄 请你注意听 这个教会好不好 跟他服不服权柄有关系 我再说一遍 你可以说跟我无关 对 跟你无关 没有问题 这跟教会有关 权柄 第一 第二 第二 请你写下来 倚靠圣灵 我们不能说权柄一定对 权柄也可能错 可是在这段圣经的启示当中 我们看到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当他们下决定的时候 他们倚靠圣灵 倚靠圣灵 倚靠圣灵 我们来读第八节 第九节 第八节 第九节 我们一起来读 一杯 请 知道人心的神 也为他们做了见证 赐圣灵给他们 正如给我们一样 又借着信 洁净了他们的心 并不分他们 我们 第九节 第八节 这里是彼得讲的 他说你们讨论完了吗 我起来讲几句话给你们听 他就开始讲 他怎么样服事 他先讲他自己的身份 以后他提到说 到底我们怎么决定这件事情呢 他说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 怎么样决定事情呢 他说圣灵已经给他们了 跟给我们一样的 所以不是割离不割离的问题 他说是圣灵的问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是我们最近几年 一直在讨论的 你知道使徒行传 但确定了圣灵的地位 比任何信经都清楚 因为在那个叙事的过程当中 最近几十年 那个神学已经走到叙事的部分 就是说到底历史 怎么记载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说明的 而不是信条是什么 因为神是活在我们 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 你知道我们教会没有读使徒信经 对不对 并不是表示我们不接受使徒信经 可是我们更多的时候在敬拜的里面 一直宣告 一直承认 祂是我的主 因为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 在门徒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 当时耶稣曾经说过的话 当然做准 如果耶稣在复活升天前就说将来不需要割离 那问题就解决了嘛 但是没有说啊 没有说怎么办呢 门徒判断的标准 除了权柄以外 就是圣灵 就是圣灵 来看12节 12节 我们来读12节 预备 请 众人都默默无声 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 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除了彼得讲到圣灵是我们判断的标准之外 保罗跟巴拿巴因为众人就停下来了嘛 因为彼得讲完了 大家就在那默默无声 就在想说要决定了要决定了 以后再给巴拿巴跟保罗见证的机会 他们见证了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 我告诉你 如果你回去读就都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今天决定的事情是圣灵的工作 其实主耶稣要走以前已经交代清楚了 我们到今天还在谈这件事情 当时我们要在这两年讲圣灵的时候 就有人特别来跟我说 而且是正式地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为什么单独讲圣灵 而不讲圣父圣子圣灵呢 我说单独讲圣灵是 过去几十年来我们教会只讲圣父圣子 从来不讲圣灵 讲圣灵还要被打压 讲圣灵还要说我们不讲主耶稣 主耶稣怎么说的 我说我们用一两年时间 把我们过去所失去的 我们讲一点点 好叫能够平衡一点点 到现在还平衡不出来呢 我们都知道耶稣是谁 对不对 不知道吗 你们知道圣灵是什么吗 你看这句话就错了嘛 圣灵不是什么 圣灵是不是 圣灵是是谁 我们问Who is Jesus 对不对 可是我们说What is Holy Spirit 你就知道我们连这个都没搞清楚 圣灵是主耶稣亲自说的 他说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会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主耶稣讲这句话是要说 我要走了 你们不要害怕 后来五星节圣灵就来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圣灵怎么引导我们 我们就怎么判断 所以彼得用这个原则来说明 有圣灵就等于有耶稣了 你注意听 因为从旧约过到新约 这些使徒所传的福音 就是有了子的就有 父 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了 可是等到争论要不要受洗的时候 对不起 要不要有割礼的时候呢 彼得在这边讲得很清楚 说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有了圣灵就等于有了什么 有了耶稣 所以有了圣灵就等于有了圣子 圣经别处的经文也这样说嘛 如果不是圣灵感动 没有一个人会口称 耶稣基督是主物 所以如果不是圣灵 我们不会承认祂是主的 所以我们当中凡是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的 都是谁工作的结果 圣灵 是圣灵工作的结果 我们今天的情形也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连得救不得救 怎么判断都要依靠圣灵 今天我们决定什么事情 不需要依靠圣灵呢 我们到底教会要不要插花 我们到底明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我们要不要换场地 我们这个场地怎么维持 需不需要依靠圣灵啊 更是需要了嘛 这些事情不是你我决定而已啊 是我们求圣灵给我们恩典 所以第二个就是依靠圣灵 第三 他们在下决定的时候 我们发觉 归纳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强调恩典 请你写下来 强调恩典 强调恩典 请我们读第十节十一节 强调恩典 我们读十节十一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现在为什么试探神 要把我们主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 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 这是我们所信的 教会的争论如果不是出于私心 教会的争论如果不是出于无理取闹 我告诉你 有的 教会很多人在争论的时候是出于私心 很多人在争论的时候是出于无理取闹 但是如果是为了教会好 大家都会教会好 请问看法有没有可能不一样 有 当然有可能不一样 当然有可能不一样 怎么可能一样呢 看法有可能不一样 那么有一个重点要高举 在这边说高举什么 恩典 恩典 除了权柄除了圣灵以外 如果这两个以外 还有什么要强调呢 就是恩典 恩典 来看第十节 彼得说啊 现在为什么要试探神呢 圣灵已经工作到这个地步了 他说我们为什么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不能复的恶 放在门徒的景象上呢 换句话说说我们自己都做不到 为什么叫他们做呢 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什么 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是恩典 不是吗 除了恩典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 如果不是恩典我们怎么会得救呢 如果不是恩典我们得救之后仍然犯罪怎么会存在呢 整个信仰就是恩典了 不是努力 我没有说不要努力啊 这是两回事耶 你知道你所有的努力没有恩典你全部都没有 另外没有根的东西 一定是恩典的 因为这个缘故当我们在做判断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有很多的资讯 我们最后必须决定在恩典的上面 如果我们做不到怎么可以叫别人做呢 你知道有的人就是待人以宽 律己圣言 这个很好 可是难保没有人待己以宽 律人圣言的 有这种人的 有没有 我也不要说有这种人自己举手 对不对 我也可能是这种人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到了 就说别人也要做到 请你注意 你做得到别人不一定能做到的 同样别人能做到的 你不一定能做到是一样的道理 就从软弱上来讲吧 我们当中的人有的人爱名 有的人爱权 有的人爱钱 有的人贪色 你说我信主这么多年了 还有这个问题吗 很抱歉你有 只是相对的多少问题 如果我们以我们会的东西 来衡扬别人 你永远会产生骄傲的感觉 所以恩典才是我们最重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你读第十四节的时候 你又发现恩典 雅各怎么说呢 我们读十四节 十四节我们先读一杯 请 方才西门述说 外邦人 从他们当中 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 他说方才西门 西门就是彼得 他说提到上帝 怎样眷顾外邦人 就是给他们恩典 从他们当中 选取百姓归给自己的名下 所以彼得亚各多说到恩典 我们蒙恩典 为什么要求别人不蒙守恩典呢 我们教会受洗都要经过约谈 我以前在做执行长老的时候 我约谈最后我都要叫那个传道人来跟我讲说 谁可以受洗 谁不可以受洗 谁不可以受洗 结果有一个人 有个传道人很多年就来跟我讲说 他说你长老A可以受洗 B可以受洗 C不可以受洗 我问C不可以受洗是什么原因 他说因为他还在抽烟 我问一下抽烟的人可不可以受洗 这么大声 你在抽烟是不是 不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那个传道人就跟我说说 他还在抽烟 我就问他说抽烟不能受洗吗 他说我叫他借了烟才来受洗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 他说我以前也是借了烟才受洗的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他做到了 所以他怎么样 要别人也做了 后来我就问他 我还记得那天我就把手靠在桌子上面 我就跟他说 我说弟兄信主多少年了 他讲信多少年了 我说受洗多少年了 他讲受洗多少年了 我说做传道人多少年了 他说一年多了 我说那不错 我说受了洗 信了主受了洗 做了传道人 我说现在偶尔会不会还有骄傲的时候 他说有 我说看见妇女还有没有动营念 他看了我愣一愣 我说有没有 有 我说会不会嫉妒别人比你有钱 你是传道人 别人比你有钱 他说会 那我就问他说 那为什么你就可以又嫉妒 又有色情 又有骄傲 不仅受洗还当传道人 还评判一个人 他因为还在抽烟 他就不能受洗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恩爹 我没有鼓励你抽烟 真的 不需要抽烟 可是如果你抽烟 可以边祷告主啊 赦免我 求你让我不要再抽烟了 可以 这是四不真说的不是我说的 人家骂四不真 你抽那么多烟干什么 他说如果你看我同时抽两根烟 我就是过量了 我并不鼓励你跟他一样 但是我告诉你恩典 有的时候我们做得到 也不一定可以要求别人做到 更何况我们不肯 我们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更不可以要求别人做到 彼得就跟他们讲 我们祖宗跟我们都承担不起 为什么要叫外邦人 跟我们一起承担呢 主耶稣的恩已经领到我们了 最后一点 第四点 遵行圣道 请你写下来 到了最后 雅各讲到最后一句话 十五节 他说众先知的话 也与这意识相合 所以他到最后他下结论了 雅各下结论了 他说不是我们今天讲的 看重权柄而已 不是我们今天要依靠圣灵 强调恩典而已 而且圣经也是这样说的 所以遵行圣道 是教会下决定的时候 谁要考虑的 教会需要遵行神的话 我们的教会是长老智慧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呢 有 以福所书 提摩泰前书 提多书 彼得前书 都讲到长老的事情 请问别的教会用长老 用牧师跟执事治理 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有 他们说长老就是牧师 他可以解释 那没有问题 所以有没有人用会众智慧的 有没有 有 净信会他们选 然后最后说 由会众来智慧 他们有没有圣经的根据 有 可是如果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就应该遵守我们教会的规则 如果你在净信会里面 就是到净信会里面的规则 最近我帮助一个教会 那个教会是 所有的事情 最后要到会友大会里面去表决的 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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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就跟他讲 他就说 可是那个牧师就不想要让会众表决 他就说我来决定 我就跟他说 问题是你们的会章就是这样写的吗 也有圣经的根据啊 我说那你就这样做啊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当然 到一个教会有五万人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会众表决了嘛 是不是 太辛苦了嘛 但是圣经有根据的时候 就这样做 换句话说 在教会里面 我们一定有一个原则 如果你从圣经里面找到根据 我们照圣经做 我们强调恩典 我们倚靠圣灵 我们看重权柄 那么教会的事情 就可以慢慢地解决 求主让我们 不是觉得我们比别人聪明 能干 而是 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 求主帮助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 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来唱 主耶稣你听到我们的祷告了 圣灵求你内住在我们的里面 其实你早已经住在我们里面 可是我们一直在外面找 我们在书本里面找 我们在消息里面找 我们在世界里面寻找 就没有回到我们内心里面去找 感觉圣灵在我们里面 常常感动过来 让我们知道耶稣是主 让我们知道父是一切的源头 让我们知道三一神 就是那位维持我们生命的那一位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也肯求你 主要让我们听见你的话 让我们就照着尊心 谢谢主的恩典 求你听我们的祈求 主耶稣我们再一次谢谢你 早晨我们来敬拜你 我们就发觉 发觉你在我们当中 天父的能力 能力运行在整个的宇宙当中 包括我们这个悖逆的人在内 圣灵我们谢谢你 因为这几年的缘故 我们越发的认识你 你就是那另外一位保灰师 在神面前为我们做宗宝的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愿今天我们的敬畏 达到你的面前 愿我们所带来的金钱的奉献 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内心的祷告 你垂听 我们现在要分散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 我们的家人和普世的众教会 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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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